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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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今天的大關 首先前引的部分我想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98年我們王庫的八八公宅化 真的是能感到非常意外 我剛才王庫的柯莎 是要做成這樣 這個我們真的是覺得很意外 意外我想 我從監察院的一個專案報告裡面 他就是出了一手 人家以前的災害的經驗比較少 所以基本上對於災害的一個意外 就是危機的歷史比較不足 危機的歷史比較不足 所以說會造成大方法 很慘重的一個災情 但是我們前引有什麼關係 基本上這個題目裡面 我談到的就是管理業 好像我們上午第一節課的時候 有談到防災跟危機關於 如果說就會就是 那個老師也是我們之前 好像先消極取暖 我相信從他們危機管理當中 都會大概都會了解到 任何不管是哪一個團體或是機關 或是人類 或甚至你的孩子 個人或是家庭或是整個社會 都基本上非常危機的管理 一定要有貢獻的關係 我們講貢獻大概都是投資貢獻的 就是環境到你的財務的一個 能量的一個計算 但是這個危機的部分的話 我想原本有 我有談到就是 不管是你的生活方面 或是你的工作方面 通通少者都可以注意到 或是你乾淺做的第一優先的工作 那危機管理的就是這樣 從防災的事物裡面 我們要考慮就是說 在危機管理的特性裡面 我們如何去落實在我們災的業 我們來看前面的一部分 應該你們手上都會有獎 從整個我們的財務一直到 每一個階段裡面 就是說 如果說當然就是今天來參與的 就是有氣風所 有我們四五二十關的一個帶 我想暫時不管說你是單位 裡面一向的持久 我想你可能要從整個 就是氣風所來講 從氣風所裡面你可能要從整個 氣風所的一個角色 就是防災的一個總體的一個角色 來考量氣風所 在你整個一個防災營養裡面 OK 在你整個防災營養 OK的時候就是說 你整個一個防災形狀 整個一個事物的團體 你是不是也落實 是不是也落實 那從我現在隨便舉一個階段來 各位 就是說我們從減災來講 從減災來講的話就是說 減什麼災 減什麼災 就是 你們目前在你的 工作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單位裡面 如果說從防災的一個業務 從防災的一個業務當中 要我們解釋一下 公務單位裡面可能就比較清楚 公務單位裡面可能就是 我認為減災裡面就是 就是針對裡面 有關工程方面的一個安全的一個義務 或是對於開花部分土地的一個 有效的利用 要造成過度的一個開花 這個就是 避免就是 發生一個災害的一個風險的因子 這個在減災的一個階段裡面 從你的工作的一個支度上 可能大家就必須要這個改變 就是說 不然就是從寡定的角度 我們就是說 它是符合相關的一個申請 這個一個開花的話 我們很難說 就是不允許它申請 或是這個相關的一個開花的一個建造 但實務上如果說讓它去開花的話 會造成整個一個區域裡面的一個 災害的一個風險的一個產生的話 那就是知識很大 那就是要考量這個結論 不是在你手上很多的結論 就像我們原來台銀線行政區裡面 商務率有關開花部分 相當多的一個要考量 就是說有關商務率的開花 是不是它證明者所開花的一個面積大小 或是它所開花的 是不是造成整個一個商務率水果保持的影響 這些都是相關貨油和核定權人員的手上 你如果說有既有危災的意識的一個觀念的話 可能你這個問題裡面就 必須透過怎樣的一個機制來探討的時候 這個開花的話 是不是勇起它、核定給它、來供應它 這樣的一個超出自然環境的一個水準裡面的一個部分的一個開花的一個攻擊 或是簡單的一個減災的一個過程 給各位看 那有關就是整個一個整備的一個過程當中就是說 從我們設政體制裡面來講的話 我大概講就是在整個一個防災失誤裡面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就是說 我們台灣已經略略是發生災害頻率的最高的一個國家 從世界銀行裡面 我想我們中央的很多長官也提到的說 世界銀行評估說 我們台灣是一個發生災害到危險的區域裡面 那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必須確認就是說 我們現在目前所記住的環境裡面 對於災害的發生的區域裡面 也有相當極度的一個認識來說 每逢我們台灣接給台的時候 基本上具有災害發生的可能 從管理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必須要認識到說 這個災害裡面 在你所記住的地方 或是在你的工作範圍裡面 你所要關心的相關的一個服務的工作範圍裡面 你就要擔心說 如果台風氣體來或是什麼災害來的時候 會造成帶給你的一個社區的居民的一個傷害 我們如何來做預先的一個準備跟方法 你像我們社政體系 這次的一個客運營的熬椅部分 我們事先在還沒有發生熬椅之前 我們六個崗位就會主動跟河明 跟今天河明清風所裡面 我們就事先要求各清風所 對於有風險區域的清風所 事先做好相關的一個物質的一個組別 還有就是避難場所的一個檢視 是不是做好這個安置摘米的一個組別 這是從整個災害管理的一個 以動態的一個維基管理的一個特性 對災害特性的一個想法 去做一些災害的一個關係 我想基本上我們發生災害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對災害的一個所造成的一個嚴重性 或者是它的一個突發性 或者是它的一個啟透性 或者是它的一個產生發生災害 後續是不是會引起第二次的一個災害 我想上午第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洪老師應該是有針對 有關危機管理的特性 一定會做過互動 我想用這個四種特性裡面 其實針對我們的防災事務裡面 有作為一個管理 我想這樣子更能夠精準抓到 你的防災事務 應該要做給這些事 我們繼續一下 這個是一個防災的一個動態的一個形狀 這是一個cycle 基本上我們市場就是 也有一個概念 對防災事務不管是哪一個環節裡面 就是要我們共產的事務去看 我剛才所講的 針對災害的個性 怎樣去很精準的 針對防災事務的一個決定 好 接下來就是要談就是整個緊急樹上避難的一個作為 這個作為裡面有分三大翻演就是關鍵時刻跟政府樹上避難的作業工作跟緊急避難場所畫面跟設置的工作 這裡面我引用 我剛才剛開始跟各位談的就是巴巴封在一個案例裡面 掌握時機跟錯過時機 我這裡面舉巴巴封在產風的教訓 觸目盡心不堪為首 這是小明春 這是小明春 這是還沒有發生災害之前的一個景點 可以看到 閃心煙霸 發生災害之後 可以說是春暮盡心 我想基本上為什麼小明春會有這樣的一個產劑 會造成這樣大的一個傷害 這是陳如我剛才所講的就是說 南部沒有發生過 那麼在近年內沒有發生過 那麼大的一個災害 造成南部的一個居民 不理防災的一個危機的一個環面 可能沒有這個緊急度不夠 所以說我針對就是這個 南部這次巴巴封在森查院的一個專案調查裡面 小明春其實 其實小明春相關的人 當時在熬營漾水保人員他有通知 其實小明春當時水保人員他有通知 他有通知說這個營漾已經超出警戒指 已經超出警戒指 也有通知村裡面人要全部撤退 要全部撤退 但是有一部分人比較有警戒性的 有一部分人有撤退 所以他沒有受害 其他人認為說不可能 我以前有麻煩的新聞 就是因為這樣前村就是部門 前村就是部門 那我們就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以後 我們就會想到 我們一起談就是說 這個事件在我們相關公眾 公共部門的一個責任 這個追究故事的問題 我們就想說 這個小林村住戶裡面 當時他們在開花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去想說 這個小林村裡面 它的一個環境條件 它的地質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開花 會造成地質的不穩定 就是因為超出一個大量的一個量 超出這個他所顧客的一個水保 所以造成整個一個土石裡 造成整個一個小林村住戶 那之前 這個小林村住戶 他們曉得 他們曉得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風險存在嗎 有這樣的一個危險因子在裡面 他們曉得 我曉得他們可能會曉得 行政區裡面 有這樣的空險檢視匆嗎 有嗎 你們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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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如果知道的話 可我們應該是怎麼去應應 如果台灣紀錠災害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整個去應應 當然我們沒有說 我們現在目前的 環境的調查或是相關的監測機制 可能在氣候所能夠聯繫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我是不曉得的 這個不是我的業務 基本上就是說你氣候所裡面 你本身對你的行政區裡面 你要很清楚地掌握 你每一個居住的環境裡面 是不是有充滿危險的一個兵制在裡面 如果是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事先做防災指揮的工作 像這次我們又一年的一個豪雨 這個旧家養跟新家養 就是對外的一個聯外道路通斷 就是他們整個一個災民的一個生活基礎 就是複資的一個儲備的部分 就是複資 本來他們就是在整個一個複資 這個被災準備的時候 我們是有規定的 就是說 就是容易造成不到的一個部落 或是設計 你要對抗一個禮拜的一個物資的儲備 但是他們就是 有部分有對抗一個禮拜的一個物資 有部分沒有對抗 為什麼他們說 就是沒有適當的公共的一個空間 可以儲備一個物資 他們也根本說管理不容易 所以沒有直接跟廠商簽訂開口企業 就是一個風險的一個存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不得不讓我們就是去針對 就是上一組 就是丟一組 這個物品期這樣的一個整備工作 可能就是有待進一步的 做一個調整 所以每天我們AO大會 準備到氣功所裡面開始的時候 充分地來討論一下 我們科技區風險區的存體裡面 有關物資的整備 或是避難場所的一個機能 是不是有完整的去做好這些工作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在各區裡面 你要充分地能掌握到 一個洗證區裡面的社區 或是是不是有沒有這些風險存在 有危險的一個 或是容易自災的一個區裡面 如果是的話 我想在整個一個被災管理上 可能就把重點投入到那裡 這樣的話 你整個一個臺風鏡 或是極端的一個跑以來的時候 我想你的損失就可以降到這個地方 好 我們看這個土石油 我是借用土石油的一個 樹上避難作業規定 我講土石油的避難作業規定 這個我們之前 我們八幅化特發生這樣的一個 損失慘重的一個災情之後 這個農委會特別針對 土石油的一個避難的 測留跟避難安置的一個作業規定 變成這樣相關的一個作業程序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不知道原來台灣是 原來台灣是 只是因為居住區域的關係 原來台灣縣的話 他就是特別選擇 和平區裡面 針對有關土石油的避難的部分 就是由內政部長 那時候是江英文江部長 在相關中央這部隊的 這個代表 和平區去檢視有關 土石油的避難場所的一些整備工作 表示說他們就是針對 阿拉諾拉特風災 小年輕或是各種的一個災情 我們受到很嚴重的一個警定 所以特別針對他們有關山坡壁 避難場所跟樹段策略的重視 這裡面我想 一共有十項的一些作業規定 我想針對 我想針對第八項的管制交通的部門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析 管制交通僅僅警察單位協助解決區域的管制格子 救災的路線 我有什麼特別針對管制交通這個部門 來跟各位做為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在921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擔任以社會記住的那個歌長 就是負責的有關 對外的一個專線的一個資訊 相關的一個資源的一個聯繫 那時候就是來一天 就有民眾打電話過來 因為他就說 我家裡面的玩家 他說他父親就是重工 他父親重工 要緊急去送醫急救 但是找消防警 沒有相關的人力去幫忙 因為他在都牆子去住宅 他這個找朋友也幫不上忙 那他把電話給我餵 替他召集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借用 我們當時奉獻一些 記錄車的民間的鼓勵 想借用他記錄車的民間的力量 去支援這位民眾 在公司裡面 結果怎樣 進不進去 就是車子開不進去 為什麼 整個公司路的整個交通都阻塞 那當時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當時裡面 在整個那一條主要的一個 對外的那個聯外包圍裡面 除了運送物資的車輛 還有就是搶救相關的工程的車輛之外 還有就是很多外縣市府 都想要去公司看看 受災的情形 都想要到災機去看看 所以整個交通就是整個非公散 所以那些民間人的機骨車 這個 那個自公廠也漏不來 我才會輸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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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我也沒有最終那一位民眾 就是說他 他把就是縱紅了 是不是 有沒有送給一起救 所以這裡我特別會說 告訴我們指使氣功所 就是同一指導的說 一旦你能去你發生災害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條路線 一定要有一條路線要管制 能夠進出你的一個災區 讓你在災區裡面整個一個 搶救相關的一個資源的運送 可以下去了 可以出來 如果沒有這條路的時候 可能民視機構機制的運作就會受影響 外面的資源當然也沒辦法進來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在事務上操作的時候 就是真正要碰到的是 相關的一個運變計势的時候 特別你們區域裡面的災區裡面 對外的一個連外道路 一定要有管制 一定要通常 一定要有影響 我們避難場所裡面的選擇裡面 也是一樣 你避難場所災民如果發生 有緊急醫療的時候 也是一樣 救急的時候 一定有進出 對外的路線裡面 一定要通常 一定要管制 一定要警戒要管制 好這裡面 我特別有去我們 我們之前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例子叫蒜 蒜 他也是一位將軍 他也是會將軍 他曾經對 我讓你要接你一年 我們美國發生 911的一個世貿道 恐怖攻擊的一個事件裡面 針對紐約發生這樣的一個世貿道的一個危機 的一個處理的部分 我提出他各種的一個評論 我覺得他的評論 就是基本上 可以給我們相關的防災工作人員 有很大的一個 就是能夠喜歡我們對防災事務的一個投入 這方面的應該要注意的部分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他說 美國在遭受到恐怖攻擊 不到20分鐘內 危機處理的機制已經啟動 就是紐約市政府 紐約市原來的交通到 原來的交通就馬上只能夠進 混過出 因為恐怖分子呢 如果說避免恐怖分子的一個 活動就說沒辦法掌握 他就是管制交通 只能夠進步的過處 30分鐘警察跟消防康位 有大批的進步沒有作用 半個小時 隨後我們到兩個小時 有上半的民間住院人力 一是志工 往那做編主跟救援工作 這個就是地方政府啟動的一個危機關於 這次上半段是地方政府 在中央政府的運營 小步是在國中發揮上穩定民行 也就是說發生這樣重大的一個 恐怖的一個事件 這個大陸的一個 我們都有當時我們回憶一下 當時那個大陸倒塌下來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有這個記憶 當時可以說是美國向來都是比老大哥的心態 他也沒想到說今天怎麼有人 他也在口上凍凍 他想也想不到 沒有想到說有人可能在老大哥口上凍凍 這對美國人來講的話可以說是打擊上是很大 所以當時中央政府 這個小步是直接在柏州發給穩定民心的一些談話 然後副總統前移馬上進入警戒區指揮中心 馬上作證指揮 下達一連串的一個應變措施 馬上關閉所有美國公共一間機場 下令所有的安機轉為加拿大名將 管制所有通訊頻道 關閉所有墨西哥跟加拿大的邊境 這些都是設定的回機組合成績 就是說這些作品 原先他們就有相關的一些地步一些計畫 否則的話沒有辦法說所有的安機 民航的安機 百架的安機裡面 同時會往加拿大的一個機場 如果這個事先沒有做好一些準備工作的話 根本不可能去執行這項不可能的任務 當然就是說會有發生這個恐怖的一個危機事件 當然我們如果說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可能這個解釋起來就是這個危機事件的發生 可能相關單位就是你有興趣注意到危機的一個關於 你像那個航空站裡面他的一個管制檢查 沒有去發現到恐怖分子 還有就是說 據相關的資料裡面就是 當時那個美國FBI在哪幾年 就已經發現恐怖分子有密集 這個之前就有在密集的一個活動 這些資訊也傳給相關單位 但是就是大家不是很去注意他 結果就發生這個世貿大的一個危機事件 這個波當然就是說在我們利潔課 那個唐老師跟各位談到就是危機管理的部分 有關危機的管理的部分 針對危機的一個徵兆或是危機的一個偵測 危機的這個因子的一個排除 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事先去排除就好像我們好像在一樣 你事先減災工作 針對你的區域裡面有一些危險的風險區域裡面 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有相關的環境的一個偵測或是環境的一個調查的資料的話 你可以做好這個減災的工作 那就是要先把構成發生災害的那個危險因子就先要排除掉 所以這個事前其實他們事前發生事情後 他們檢討起來真的當時有這些危機的一個徵兆 就是因為相關檔位人員沒有去住運 所以才會發生這個9月1日的一個事件出來 但9月1日發生以後 這個一連串的一個緊急的應變一個處理的模式的話 如果我們當時的那個立委帥話名 他就講 據時可見救災跟突發事件的處理必須有一定的計劃 跟危機處理的作業程序 只是兩者的交通運作下才能夠表現出 有條不分岸戶就班公公合作的一個效應 就是說 這是我們當時 就是看也是我們軍事的戰略專家的效應 在前五點 是不是他這樣的一個評論對這件事情發生 當然是事前的一個危機徵兆的一個排除 雖然沒有做到 但是發生的一個應變處理 後續的一個善後的部分 如果說 宇越市政府也好 或者是整個美國中央政府也好 那如果沒有針對危機事件處理 沒有事先的一個預定計劃 或是相關的一個作業程序的話 我想921事件發生以後 是不是那麼容易就是 這個事件發生是那麼容易就可以 就是共識在一定的一個風險方面裡面 損失方面裡面 沒有造成美國這個人民的一個恐慌 沒有那個台灣的影響是恐怖分子 在公眾場所裡面 哪一個是恐怖分子沒有搞清楚 其實發生921當時的時候 我想那個風危不是只有美國而已 那個風危也有 連我們台灣東亞區域都沒有受到感染到 那個就是恐怖的那個風危也有受到感染 那時候我們政府也特別是說 針對相關的一個公共公共場所裡面 就是加強 要我們相關單位要加強這個界點 所以說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就是看 在我們黃萊事務上 也同樣的一定要有事先的一個 一定的一個計劃 作業的成績 那也就是說在我們設政體系裡面 就是有關這個物資組配 跟避難場所的一個選擇設定 這些都是我們如何在這個發生災害 會造成社區區域的一個狩態之前 我們預先所做的一個計劃 選擇看在什麼地方避難選擇 哪些物資要儲存的量是多少 這個都是一定的計劃 那避難場所的一個操作 如何來提供災民的一個生活機能的一個 管理的部分 就是我們相關的一個作業的規定 好 這是有關避難場所畫面的一個設置原則 好 這邊也是一樣我特別針對這個 我特別指出來了 事先口上對話 災害的避難 緊急救援的物資 緊搶求人力積極 運送的路線 這個運送的路線 這個很重要 就剛才我所講的 你出入一定要有 你出入1.25 就是說你出入一定要有 要活入 這個出入如果沒有活入 就好像我剛才講的那個中風的老人家一樣 你沒有辦法搶救 如果避難場所裡面要緊急送醫的話 你沒有辦法搶救緊急送醫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管制 這個交通上一定要管制 入線一定要管制 有關就是說我們只要去選擇 這個避難場所有五個原則 安全、靜靜跟效力跟分配跟整備 這個很大的原則值 你自己看 再後來就是跟你們分享 我們目前臺灣市整個 一個收容堂所的一個開設 現況 還有就是我們收容堂所 收容堂所開設以後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管理 然後就是我們收容中心的任務 這也是自己看 基本上就是說目前我們整個一個架構影片 像我們說這個架構影片 我們試著這樣的一個編組 就是有中的業務主要付資跟光合資 就是這樣一個編組 不管這個編組 這個編組裡面我們原先 我們有的漆工所裡面 平常的一個 配合花乾眼期的時候 或者是平常的一個演練的時候 有年度裡面 我們都有補助這個機會裡面 裡面有相關的動員裡面的一個 暫時在離收容的那些編組 儘管其實不管編組的名稱 我們不管這個編組名稱 補合 基本上我們整個一個 沾余收容場所的一個 管理的機制要補合 要補合一個商案的原則 等一下再跟你們分享 現在目前就是我們整個 台風市的一個收容狀況的現況 我們目前旅客有34層 收容量是將近要13-20 儀館目前也有跟儀館 這個設定開股企業 一共21家 有跟熱蘇西屬的弱勢人口 跟機構裡面有8加4和尚 60加是9加4生臟 總共的床位是909床 好 這個是硬體的VC 這個客氣風鎖 部位手上的指標 客氣風鎖的一個收容鎖數量 你們看一下就是好像是 泰零區跟公園區 收容鎖的量比較多 我想大家都知道為什麼他的收容鎖 會比較多 就是因為他們的風水機率會比較多 還是他們有居住的人口會比較多 從造成的一個災害 受災戶 異呼所造成的一個受災戶保全人口 當然基本上我們選擇避難場所的地點 我剛才講的就是 有五項原則就是安全、要究竟、要有效益、要分類、要補合整備的五項原則 但是你說我們場所的一個容量的部分 就是要考量你們的一個風險區域的保全人口 風險區域的保全人口 但是你要看哪一種的災害類型 你如果是避震類型的話 可能就是不適合在室內裡面開設收容鎖起來 變成就是說要屬於室外的一個場地的人 就是最後面我會提到的是有關防災公民的一個開設 這也是我們業務檔委的期望就是說 未來我們防災公民裡面 也是我們整個一個 不是業務上廟民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病難場所 這是你們收容的一個人數 也是帶氧氣比較多 再過來就太平行 好 這個就是我們收容的一個類型 就是基本上目前的一個病難場所的一個建物 還是以學校跟活動中心 那這一塊學校跟活動中心 我們消息有說我們補甲專業團隊 有做聲噴計畫裡面 他也針對學校跟活動中心 有做安全的一個檢查 有做安全的一個檢查 也就是說你們目前開設的這個 避難防守或是栽免受容工心 他的結構是不是安全 建物的結構是不是安全 我們最近在議會併集會的時候 很多議員有提到就是說 原來台文縣社區的那個活動文縣 講得有那麼幾個話 很多是沒有拍照的 因為早期我們省政府社會處的時候 基本上你只要有地 願意有私人願意堅努力的話 他就一大堆機會讓你蓋活動工具 願早期設施發展10年計畫 加強設施 就是省市委處裡面 就是要落實設施的工作裡面 就是只要你有願意堅出私人鼓力 或者是公勵力 可以蓋活動工具的 而且你進入就來 所以那時候基本上對於建物的一個新建 相關的執照的一個建造的申請或使用執照的申請 網絡是輸入掉的 所以說目前我們整個海通市來講 將近有一百多家的沒有建造 沒有使用執照 是不是後續的處理是不是讓它更往化 相對的就是說我們在避難場所的一個設定上 是不是會造成困難 或者是你目前的一個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建物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符合我們開設避難場所的一個原則 那結構這個部分我想它不安全 這可能就是要透過這個有關建築方面 就是要去探測 可能就是要去對這個結構裡面 應該是對結構裡面去 就是用 就是要專看那個建物 這個結構裡面的建物是不是符合的一個標準 可能要相關的建築單位的一個鑑定 如果說它沒有使用執照沒有建造 我們實際去鑑定如果說是符合安全的話 那就OK了 這個是很重要 這是正對目前你們活動中心的那個建物 結構是不是安全 這很重要 如果說你沒有使用執照的話 可能就是要去鑑定 請你們就是專業的這個 記事人員或是請建築師或是結構 這個詩人 鑑定你們這個活動中心是不是安不安全 那有關活動中心的那個什麼 有關活動中心的那個公安就是消防 我們消防設備是不是同樣有骨盒標準的規定 也是很重要 雖然目前就是活動中心裡面沒有人 但是如果說要實際發生要安置災難的時候 你的消防設備是不是骨盒合建 這個也是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避浪場所的安檢原則 第一個原則我們都要做到 我們看各類收入所人數的一個比例 就是還是學校跟活動中心 學校的比例比較多 就是它輪浪人數的能力比較多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是 我從資料裡面看 其他的部分就是我們 比如說這個公明的表演室 或是我們禮辦公室 還有幾個多 我們已經超過新聞中了 我們已經超過新聞中了 因為這就是看到一種 你看見過了很久 所以要跟各位活動中了 其實這個要介紹一下 就是每天半日的 有一個空間的 有一個空間的 我們現在已經發現 我們要來看資料 可以看到一個空間的 是真正的 就是目標 當時的設定是針對致力的災害的部分 靈性的災害的部分 或是用來針對一般的災害 所以這是我們合理期 胡作山農場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是你在未來整個一個 避難場所的一個收入的部分 是不是就你們原來的清風所裡面 避難場所的容量先進 不要去針對我們社會局 目前的這個旅館裡面的安置的 事先針對一個服務的 一個零星防災的災害去做使用 這樣子的話 因為你這次就是因為胡作山農場 開放給我們住家養、新家養的災害 就會造成其他問題出來 那其他人就想說 我住在其他的避難場所所用空間 他們可以住在胡作山旅館裡面 他們的心裡不平衡 他們就想要去住胡作山農場 造成美女的一個主的指責 就是說就是說我們有大小分 有分什麼我們談事理跟談事理跟 其他室外的那個 大安邊打分 大安邊就是 臨時工的一個 災民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大運氣 不同的一個對待 好 這個是有關 這個分配我們特殊災民人口的一個 服務的一個有者 好 我想這個部分跟你們分享來 我想把我們客人暫時要跟我們結束了 就是我們 基本上就是說 緊急受容空間的一個服務作裡面 我想我們整個一個受容場所的管理裡面 要組合上安安的原則 安全的原則 安全的原則就是說 你在您受容所裡面的一個機制 對人、對事、對故都有相關的一個作業規定 我剛才講說 我剛才引用911的那個事件裡面 都有這個一個相關規定 目前我們相關設施裡面 也有避這些相關的規定 第二個原則就是安康原則 就是說你供場所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服務裡面 你一定要有衛生 就是飲用水 或是食物一定要符合衛生的一個標準 相關的災民的一個緊急注入的作成 這些裡面都要符合 一定的一個水準 就是安康的原則 第三就是安心的原則 你對災民的心理的一個安慮 也就是說你供場所這些相關的工作人員 你必須有專業 針對災民的一個心理群序的安慮 尤其我們怕說因為災民 我們如果各位如果還有一點記憶的話 你可以回憶一下 爸爸摸到課的時候 那些災民裡面 針對那些住災的人員 那個晚常的一個警告裡面就知道 災民就是當時受災的時候 造成他們心理的一個不平衡 所以你必須在場所的時候 你安置災民的時候 基本上你必須有專業的這些人員 來安撫在你的心理 那補導 災民安置的心理 必須有相關的專業人員的一個配置 好 這個整個一個受用場所的一個動員 好 這個各位仔細看 好 這個風間的揮畫 好 這是未來我們整個一個防災工廟 好 這個 針對地震的遇難藏水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在結尾裡面我想這個有關 我本來想說 針對這次的一個 又一流的熬米事件裡面 來跟大家分享 有關聯合法裡面 所刊登的 關注注的部分 外線是為什麼要注注的部分 來更多的分享 我想時間上的關係 我針對結尾的部分 我想不管是我們設政的防災 或者其他方面的防災也好 都有一個最高的一個指導人 也就是遺防重影制的 我們希望在遺防的 就是災害發生之前 在遺防的階段裡面 就能夠排除這個災害 構成障害等於的事實發生 這個部分我們不明知 以上可以說 下午時間可能精神比較差 所以在跟各位顧問的時候 沒有把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做一個 比較疑似和教育的一個防災事件 有一個影響 好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謝謝